湾里道路同安里段的积水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 附近基民曾经好多次打电话通知自来水公司 76区管理处要求派工抢修 可是到今天上午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由于路面的积水已经使得到处之窟窿 不但通勤困难 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有脚踏车跟摩托车栽倒 两个月来至少有50多人受了轻伤 因此大家希望有关单位重视这一个问题 赶快设法把水管修复 确保交通安全